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讯法视频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Budelstrap4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按钮的技巧 也就是说今天开始咱们讲解画面上的按钮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个是按钮的各种设定 第二个是按钮怎么样才能做各种设定 就是这个BTN减星号 这个是按钮的各种设定的样式单 好 咱们看一下 今天的知识点的参考网页 就是下面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您把它打开 里面会有详细的关于Budelstrap4按钮的使用方法的说明 不过目前是全英文 以后我想肯定会有朋友把它翻译成中文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实战演习当中一共有五个按钮 咱们挨个看 第一个yes yes按钮这没说的 就是标准的LTML5的 没有任何的样式单 第二个 是这个标准的 HTML5的按钮 加上一个类 哪个类 大家请看 BTN 这个BTN是Budelstrap4给咱们带的类 好 接下来 我不仅被这个按钮加个BTN 还给它加上一个Primary 这个是主题色 换句话说 我呢 这个按钮给它上了一个 我的主题的主要颜色 接下来 BTN按钮没问题 然后呢 上上一个不是主题色 是一个危险色 同时大家注意看 是一个小按钮 一般这是普通按钮 这是小按钮 那么最后这行呢 是给一个成功色 同时呢 给一个大按钮 这就是按钮的基本使用方法 好 那咱们马上运行 看一下例子 首先我在这个08里面 咱们建一个 HTML 然后呢 我把模板文件拷过来 好 同时把今天咱们的按钮代码 拷过来 一会咱们一行一行看 拷到这里 Body的位置 好 那咱们准备运行一下 稍等一下 打开浏览器 然后呢 我这个HTTP server 用的是 Clone的一个插件 非常的好用 我呢 非常喜欢 好在运行 然后稍等 这插件 它默认会打开HTML 我把它去掉啊 OK 咱们试一下啊 今天是第八课 然后呢 有这个HTML 咱们点一下看啊 大家请看 画面出现了诸多按钮啊 咱们一个一个比较啊 好 咱们看啊 第一行 只是一个yes按钮 是标准的网页 HTML的按钮 就它 是吧 这个大家都见过啊 然后第二个 是说 我给它一个按钮属性 就是按钮嘛 但是呢 它没有任何的主题色 所以就是默认的按钮属性 好 第三行 我给它一个主题色 Primary 大家看 因为这个Budelstrap 给它提供的默认主题色的 主颜色是蓝色啊 所以这地方就是蓝色 为什么叫Primary 这是主题色 Primary是红行不行 是绿行不行 没问题啊 这个看您应用什么主题了吗 对不对 好 再往下 Danger 大家请看 危险 红色就危险啊 这不是红色吗 但是你注意看 它比前半按钮要小一些 这是为什么 你看这地方有一个 Btn-sm 这sm是什么意思啊 别多想啊 是small的意思 不是别的意思啊 所以它就比这个 前半按钮要小一些啊 最后这个 坏了 按这么大个 它是个什么属性 大家请看 Btn Large 就是说最大 就是按钮最大化 因为咱们根据页面布局的设计呢 有时需要小按钮更美观 有时呢 需要大按钮更美观 那咱们在这地方呢 进行设置就可以了 好吧 我看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讲解的所有的内容 应该不是很难 希望您呢 能够理解啊 然后呢 今天的代码呢 我都会放到 开门中国的服务器 供您下载参照 然后这个视频呢 我也会放到优酷和YouTube 最近优酷上的很多朋友说 我的视频不是高清啊 是这样 我传视频 传的是1080 没有问题 肯定是高清 但是好像这个优酷 转码有些问题啊 但是YouTube是完全没有 非常的高清 如果说看优酷 有些困难的朋友呢 您呢 练练学学翻墙 你都学技术 学编程了 翻墙这应该是拿不倒进的呢 您可以到我的这个 YouTube平台去看一下 好吧 开个玩笑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